一群男子在店外拉拉扯扯 双方越吵越大声 连身旁的朋友都拉不住 两方不断争执还吵到马路上 店家在营业没几小时 只有请顾客疑似聚餐后 意见不合 几间邻居还以为是发生打架冲突 没有打架 我看他们从那边走过去 十个警察 一堆人在这里 警察在这里 我在后面我孙子 阿嬷楼下很吵 就吵啊我就开窗户看 我看到警察来了 有住户原本正准没睡觉休息 床外一阵潮尿 这才发现是酒客聚机 因此马上报警 为了要不要续担 这群人居然在骑楼下大吵大闹 被民众误以为是打架 周分是立刻赶快报警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 出动了十多人 没有想到是误会场 好友闹翻搞到警察冲到现场 发生在7号晚上9点半 新北市板桥 第一时间 辖区警方立刻出动快打部队 就怕有人闹事打架 当天秋夕男子和一群朋友 相约吃饭 过程中有事情先离开 没有想到王姓友人觉得很没面子 开口质问 身旁四名朋友闲事好好劝 但怎么劝都劝不动 只好立刻将两个人拉开 许多名警力赶到现场才发现 不是打架 疫情后 餐酒馆酒吧 KTV以及夜店 陆续恢复营业 警方就怕民众 酒后还过头 没办法拿捏轻众 几句话 酿成肢体冲突 因此只要接到有纠纷的报案 马上派人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控制现场 TVBS新闻 吴欣燕 王志远 叶军 新闻市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